医生我肚子里面有个小宝宝在提我 我不会真的怀孕了吧 赛罗你说的不错 你肚子里真的有个小宝宝 只不过不是小奥特曼是个小怪兽 过几天就要生了 奥夫医生你没有搞错吧 赛罗这个男的要生孩子了 这赛罗不是以后就没脸见小乖乖了 哈哈哈哈 隔壁瞧你还能笑出口来 你也太坏了 奥夫医生快帮我看看有没有能解决的办法 我可不想生孩子 赛罗别着急 我现在就用奥特之眼 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哈哈哈哈 本老大的子母河水倒进水池里 只要赛罗碰到这水就有好戏看了 哈哈哈哈 赛罗一切都明白了 是达达搞的鬼 他想让赛罗生个小怪兽 现在只能把达达抓过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格力瞧你能做得到吗 赛罗你在这里好好照顾身体 我现在就去把达达抓过来 只不过我飞行的有点慢 期盼小乖乖加快我的速度吧 我好是怪兽 他们从水路进攻光之国了 快拉响警报 怎么回事 这边传来很大的动静 德凯奥特曼 你怎么了 是怪兽 怎么在攻之国里 马上给我离开 这里不欢迎黑暗怪兽 怎么越来越多怪兽 我一个人可收拾不掉 我先把倒下了奥特曼就回去 赛罗你来得正好 有怪兽入侵 你去抵挡一下 我去叫其他奥特战士过来集结对抗 还有这种事 怪兽 并叫他有来无回 好西方之国 都能打成这样 奥特战士的能量也太多了吧 一定是地球相信光的人 源源不断释放光影之力 他们才有这么多能量 我快把他们的照片电图 发给地球人看 只要没人觉得他们帅 他们一定就没有能量 我就可以打败所有奥特曼 帮我猎人的帅 我猎人在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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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无恙 不好了不好了 小龙虾巴尔坦 在疯狂的抓小奥特曼 你们这些小家伙 都待在箱子里吧 一会儿给你们一个大惊喜 小龙虾抬着集装箱 飞上了很高的高空 这就是给你们的惊喜 你们好好享受吧 太可恶了 真想给他几个倒霉的狗头 小奥特曼们 从天上掉下来之后 全都受了重伤 哎呀 压死本大爷了 是哪个混蛋人的箱子呀 被我知道是谁 我要把他奥里给打出来 这不是小塞罗吗 怎么伤得这么重 本大爷就好心救你们一次 于是贝利亚把自己的全部能量 输送给了小奥特曼们 贝利亚叔叔 谢谢你救了我们 都把你累成这样了 说什么话了 本大爷一点也不累 小朋友们 我们把贝利亚的照片发出来 好好地感谢他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酷 他就能恢复得更快了 谁说我 你满身的 你算英雄 爱你 跟着我 爱你 我跟罗亚 爱你 真是我 绝望 我们哭一场 爱你 我能一生 却感动你的香 爱你 和我那么小 结果都一样 快点 爬下赛罗 你是没吃饭吗 你如果能爬上来 我就放着你的儿子和格力桥 赛罗哥哥被黑化了 收集的光还很少 贝利亚竟然还这样欺负他 没有光的赛罗哥哥只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爬 妈妈 我们要不也加入黑暗吧 我不想爸爸为了我们受苦 我的好儿子 爸爸马上就能到顶层了 马上就能救你走了 赛罗 我看你的能量还是挺多 那就让我给你加点难度吧 愚蠢的赛罗 真的可笑 他以为这样我就能放过他们吗 我这就把他的丑样子拍下来 让大家看看 光明奥特曼也不过如此 好呀好呀 那就赶快发出去吧 我看谁敢给他光 我猎穿在冰红红人手上 我猎穿在冰红人手上 我猎穿在冰红人手上 我猎穿在那属性的恶乏 我猎穿在北城长城无恙 负前苦为佑 看成乱无花 不安不抹开 左右闪不倒 举红铃流向 三处于冰箱 都是笑一段痴情长 杰德比发呆了 快走啊 这个怪兽不是我们的鹰妇的 快去找你父亲来帮忙啊 泽塔 那你自己要小心啊 一定要坚持到我回来 老爸出大事了 你别看美女跳舞了 你快去救救我的好朋友泽塔吧 他正在和一个满嘴獠牙的怪兽战斗呢 儿子 爸爸知道你着急想救你的好朋友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扛着我呀 老爸的腰受不了啊 好的老爸 我们到了 我这就放你下来 还有你吗 怪兽快住手 本大王劝你乖乖投降 这样我还能饶你一命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做回正义的贝利亚吗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说这种大话 救命啊 这个怪兽太强了吧 小伙伴们 我趁他不注意把我的帅兆发走来 希望你们能给我扯着你 阿威特 此去本身太紧了 让我让人断肠 离我天涯各一方 我追着你的月光 泪雪失了阳光 往下随风曾等望 我现在就带你回去见贝利亚大人 你这个废物 带着这么多怪兽都没有打败赛罗 等一下就看贝利亚大人怎么收拾你 黑暗扎机 你这废物 怎么还有脸回怪兽基地 贝老大你有所不知 现在好多人送给赛罗光 我们一百个怪兽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还有视频 你看 黑暗扎机 我太感谢你 这次带来这么多怪兽 让我打着玩 赛罗 你连我一个都打不过 还敢说打倒我们所有怪兽 你可真会吹牛皮啊 吹牛皮的赛罗 你来啊 来打我啊 这可是你说的 你别后悔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小伙伴付给了我多少光 看看你们所有怪兽 能不能吃我一个劲 就这点忍耐 也敢来光之国捣乱 这怎么可能 赛罗有点强过头了吧 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的光 你们这群笨蛋 还不赶紧想办法 贝利亚大人 我有办法 赛罗不是长得帅吗 但是他肯定有丑照片 咱们给他发出来 让大家讨厌他 只要大家讨厌他 大家就不会给他传送光了 还是黑暗欧不聪明 你们愣着干啥 赶紧发赛罗丑照啊 赛罗你在哪里啊 小赛罗也不见了 下这么大的雨 我该怎么办呀 突然前面传来了 小赛罗的哭声 隔离桥向的哭声方向 跑了过去 小赛罗 你怎么坐在地上啊 这么大的雨会感冒的 爸爸说了 带我去游乐场玩的 现在他人都找不到了 小赛罗不要伤心 爸爸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给耽搁了 不要哭了好不好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 小赛罗他爸 你到底去哪了呀 我和小赛罗找你 找得好辛苦啊 爸爸 你在哪 前面好像是赛罗的声音 难道是我听错了 我们都很担心你 赛罗爸爸 你到底在哪呀 对不起 小赛罗 我不小心中了 贝利亚的黑暗魔法 马上就有黑化了 我怕到时候伤到你们 所以躲了起来 趁我脑子还清醒 我把我的照片发出来 大家觉得顺利 把光可吗递给我 我就能抵律内心的黑暗魔法 恢复清醒 不愿随风 正要去何方 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 从飞舞的身影 像天使的翅膀 活过我幸福的过往 不愿随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